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是介绍到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博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而且是仅仅查稿圣经本身的博客 我们将在每一周的周一周二周上上试不出 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基于学习创世纪这一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asn-tree.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博客 他们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运到answerin.org.au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34章 从1到第7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 丽雅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出去 要见那地的女子们 那地的祖西莫能 哈默的儿子世纪看见他 就拉住他与他形影 颠弄他 世纪的心纪念雅各的女儿迪娜 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他 世纪对他的父亲哈默说 求你为我并证女子为妻 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 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住在田野 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 世纪的父亲哈默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 能能奋恨 十分脑怒 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仇事 与雅各的女儿行影这本事不该做的事 那么在第三十三章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雅各抵达的四间层 并且是哈默的儿子那里购买了土地 然后在那里定居 那么在第三十三章和第三十四章之间 大约也过了多长时间呢 根据本章的内容 我们可以推断出大概是十年左右的时间过去的 那怎么知道呢 那我们知道迪娜和约瑟大概是差不多时候出生 雅各在他们出生之后又工作了六年 所以在第三十三章结束的时候 迪娜大约是在六到七岁之间 那么再看第三十四章中谈到的内容 应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左右 这意味着雅各在苏格和事件 大约过了大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读到 在第三十四章发生的事情令人非常的不安 有些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这段经文会被记载在圣经当中 那么有几个原因 首先迪娜和西面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参与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们的父亲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在第四十九章也会提到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故事 我们就不会理解雅各到底要谈论什么 另外圣经并没有掩盖人们所做的坏事 无论他们是谁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层面上面都是错误的 但他还是被记载 他用来教会我们应该要吸取教训 这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故事 否则我们将不会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那这里故事的开头告诉我们 雅各的女儿迪娜出去看望这片土地上的女人 迪娜是雅各的大女儿 我们还会读到雅各还有其他的女儿 但这些女儿都比迪娜来得更小 迪娜很可能想要自己年龄相似的女性在一起 所以她去了这个城市 那么在那里她被一个名叫世间的人拉住 她也就是西莫呢 哈莫的儿子 也是雅各从他们买土地的人 世间与她发生性关系并且玷污了她 淫乱是有罪的 上帝总是在不停地告诉我们 所以世间所做的事情是有罪的 那么在新美国标准版本和英文标准版本里面说 世间是强奸的迪娜 如果是这么一回事 那将会是倍加罪了 其他的版本并没有说得这么清晰 但是看到世间在事后如何去安慰迪娜 看来迪娜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的关系发展到那么的远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淫乱是有罪的 但即使人们在这一方面不遵循上帝的话 那么强奸更是不可接受的 上帝赐给我们分烟 是哪里都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些范围之内满足 而不是用武力来达到 好了今天我们的学题就先到这里的 我们将在下一周一继续接下来的故事 希望大家到时能够继续加入我们 再见 我们下周一继续接下来的